原理再次覺醒 新的星際大戰 大家可別錯過啊 在很久以前一個遙遠的銀河系 喬治、路卡斯拍了三部 《星際大戰前傳》 希望可以多賣幾箱樂高 還好JJ愛布斯踏上前來 給粉絲一個可期待的作品 這部電影發生在第六部 《絕地大反戰》的三十年後 一堆反派在銀河系搗亂 這些壞蛋形成第一軍團 而主謀就是黑武士2.0的凱羅人 唯一在對抗他們的是 利亞公主的反抗軍 《星際大戰》沒了韓書洛 不過《丘巴卡》跟《千歲英號》 還有什麼看頭啊 不過這次又保留R2-D2跟C3PO 另外推出新的機器人BB8 也多了兩位新成員 芬恩還有Ray 但是大家好像找不到路克 無論如何這部電影都充滿著原力 不過大家應該探討一下 在這很遙遠的銀河系 亞洲人到底躲在哪一個角落啊 啊